记者吴正峰台北报道,日前一名骑士与轿车发生行车纠纷, 犯而在轿车前方连续击杀三次挡车,被警方依强制等四罪移送法办, 他吓到贵哭道歉,对此,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洪敏超指出, 有些人认为挡车只挡前方,有留下左右,后方供对方通行, 不构成强制罪,这其实是错误观念。 洪敏超表示,因为挡车的时候,确实已经妨害到他人行驶在同一车道的自由与权利, 无论对方事后采取什么应对措施,都不会影响强制罪的成立, 最重可处三年徒刑。 洪敏超强调,挡车可能造成后车需紧急刹车或跨越分向限制线, 只要造成其他人,车不能或难以往来通行,而发生发生公众往来的危险, 还会成立刑法第185条规定的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。 最高可处五年徒刑,洪敏超以台北市为例, 近五年来因车祸发生死伤的人数,每年约27000人以上, 而行车纠纷为报案更不计计数,因而透过台湾司法人权进步协会呼吁, 面临行车事故或行车纠纷时,应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处理, 以免吃上官司。